看看國關票 爆炸44-3.8 冠軍狼9.6-9.2 臨象倍率 進款騰都大約 23元 爆炸3.7 活力金剛都算硬 7倍 冠軍狼8.1 第二賽準備 準備 好,有你起步的時候 前面快一點的馬匹 就是看到中內檔的馬 有這個神州6號 都挺快的 冠軍狼 再看看外面的馬 還有這個紙序金迷 就是這個灰馬仔都放在前面走 中間就是大阪的晉寬騰 都在前面 後多少有這個好輝煌 爆炸和這個明匯良區 在後面的一搭馬 才見到這個狂野之星的內蘭 後一搭才見到 力其復星 企業精神 和這個卓越寬騰 暫時殿後的一對馬 就是拔戶飛揚 和這隻就是活力金剛 向著第1200米斷主進發的時候 前面方頭就是紙序金迷 開始慢慢拿入條難度 佔先了第1個新米 接著在第2位就是明匯良區 內蘭第3位還見到冠軍狼 接著第4位就是大熱門 這隻是晉寬騰 在後面內蘭大約第5位 還有這隻就是狂野之星 在外面位置 淺藍衫那隻就是好輝煌 一路數內的馬匹 有這個神舟6號 爆炸和這隻就是力其復星 尾4位置企業精神 尾3卓越寬騰 尾已拔戶飛揚 暫時殿後 仍然還是鬥爆一段 那隻活力金剛的 開始轉向香港大學院灣中間的時候 前面紙醉金迷扣著江城 佔半個身位 明匯良區一路咬著第2位 內蘭第3位還有冠軍狼 外蘭第4位已經上過來了 有這個晉寬騰 再跟著後面的位置 還有內蘭位置 狂野之星中間 老輝王 折出去外面 還有就是這個爆炸的 最後就是見到企業精神 神舟6號 大外套還有黃眼走的時候 就是翔月寬騰 在外面 就是這個活力金剛 入到最後300多米 進寬騰騎幾步 手指突圍出 這個時候見到外擋爆炸 爆上來了 中檔位置 還見到翔月寬騰 在外面很輝煌 大外套就是這個活力金剛 入到最後100米 進寬騰騎幾步 又有預警 正來了大約2個身位 贏著的人 打給宇翠 連贏位都是搭這個爆炸 第3名 紙醉金迷 第4日後上的活力金剛 結果這場賽事已經贏得 已經是沒得靠了 加成200米 口徑是越來越硬了 結果是很輕鬆贏 爆炸第二 第三紙醉金迷 第四 活力金剛 的 又贏了一場大賽 恭喜所有 這場馬,早點的捕捉其實大家都按得比較慢,變成了他守到一個比較好的第四位,爆炸其實都跟在中間,最不利當然就是後面追的那隻是活力金剛了,始終今天就比較放得輕鬆些,這個第三隻純粹是一個,今天的跑法上對他是有些幫助了,大二門,晉寬藤贏,很輕鬆,爆炸了, 都不錯的了,跑到第二,是輸了目前這一馬的進度了,始終是今八成馬左右,看看到打比相遇又跑多了二百米,再加上大家抽到一個什麼檔位,這些對馬到時一定有惡鬥的了,其他就算是很厲害了,活力金剛了,其實他今天是,如果大家同,不要同晉寬藤比較,你同一隻紫序金迷比較,大家都相差二十分, 那麼他今天可以跟紫序金迷,大家很近,拿一條頸回來,這個第四算跑得很好 他的跑法是太虧的,在這一場裡面,第一,就實力了,但是他的狀態就很好,真的是很sharp那時候 沒有話說了,今天紫序金迷真的跑得正確,即是今天跑千八,他的場力是很純粹,你看到,但是,假使上次紫序金迷是跑得比較好些,跑短二百米,他是不是有機會入Q呢,那場馬已經,如果用今場比較就是了 是吧,即是照計未必爆炸追得到他了,上一場,如果他跑適合一個這樣的方法,所以證明其實有時真的,不是說一定要崇洋的,那你今天給鄭宇田跑,他的發揮和這馬,他要夾開又熟的,一樣其實跑出這馬應該有的,已經最高水準了 不夠跑都拿過第三位,這個獎金也很多了 其他就沒什麼特別了,這組馬,不過這裏賽後都有的,因為臨場又有開心退出,都挺有趣的,這裡留意一下 配安之後,開心就甩掉右前提的提鐵和搭載釘上,壽依的檢查發現他的右前提的提心,就有一個釘刺的傷口,因此就不適宜出賽 小助按授意建議,就讓他退出,馬又要授意檢驗才可以再次出賽 跟著,連馬斯高東利又承認一項行為不當,因為他在這場開賽之前,就在臨時配安房的範圍裏面 就向一名馬會幹事發出了侮辱性和不恰當的語言,罰了他七萬五千元,看看頒獎先吧 就是好笑容 那時候還沒審的,贏了馬,當然很開心 那都走了,打給孖寶的第一波